桃園巴德市大暖市场 今天中午发生了抢案 看到就画面了 游民男子呢 突然抢走了路过富人的金项链 富人边叫边追 附近的摊贩也全部都赶来帮忙抓贼 而嫌犯疑似太过紧张了 不断腿软摔倒 最后还被卖猪血糕的欧巴萨 会同警方制服 真的好糗 我们在追 寻抢的男子抢了富人的金项链 把腿狂奔 抢了那个富人跑到都软腿了 这个就是被抢的富人 帮忙的还体力比较好 被抢的已经腿软了 富人边叫边追 市场里的摊贩路见不平 也有人追了上去 这身世一大 强匪大概心生恐惧 跑着跑着状况连连 腿都软了 怎么这么爆笑 被富人家追到腿软 连远景在看监视器 都忍不住大笑出来 这名男子是在龟山工业区当技术员 因为月薪只有三万块 还不出基欠的三十万元汽车贷款 居然就沦为抢匪 在巴德市大南市场里犯案 只不过这体力不支 摔跤又腿软 五分钟内马上被逮捕 紧张的嫌犯遇上热性的弹伤 就市场里的马拉松 最后嫌犯气喘 徐徐乖乖乖认输